1994年初,蛇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就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被蛇祥林所杀,因为张在玉患有精神病。 数月后,一村民在村头发现一具腐尸,张家人一口咬地,死者就是张在玉。 这样,蛇祥林就成为了第一杀人疑犯,不久被金山县公安机关抓捕。 这一年,蛇祥林28岁,张在玉31岁,他们的女儿才6岁。 在没有确切证据之下,这成了中国十大冤案之一。 然而,令人最为心寒的是,蛇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上访申诉三个月后含恨而死。 此案的结局,2005年3月28日,被蛇祥林所谓杀害达十一年之久的妻子,突然现身,一见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 4月13日,金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蛇祥林无罪。 5月10日,蛇祥林向金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2005年10月底,蛇祥林及其家人最终累计获得七十余万元国家赔偿。 原案过后,蛇祥林说,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对生活都要充满信心,哪怕是最痛苦绝望的时候。 蛇祥林案件始末。 1994年1月19日,精神失常的张在玉突然失踪。 从这一天起,蛇祥林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她被不明不白地投进监狱长达十一年。 蛇祥林,湖北省金山县,燕门口镇,河厂村九组人。 在当地人眼中,那时的蛇祥林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在金山县马电阵派出所当治安巡逻员。 妻子的突然离去,让一大家子人不知所措。 蛇张两家发动亲友四处寻找,一点结果都没有。 蛇祥林后来在狱中写给外界的申诉书里面这样写道, 她的结发妻子于1993年12月的一天突然精神失常, 4年1月19日妻子突然失踪, 他们以为凭自己之力就能找到妻子, 所以没有报警。 1994年4月11日晚, 时任金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的卢定成, 找到蛇祥林,对他说张在玉找到了, 但张在玉被人杀害, 尸体是在该镇吕冲村九组姚欧滴燕堂里面发现的。 属于他杀, 警方自此对有钻弦仪的蛇祥林展开审讯, 当年最先发现这具尸体的是该村的一对妇女。 4月11日清晨, 这名父亲送女儿去上学, 路过此处, 发现一处水面浮起一具被朝上的尸体。 接警后, 夜门口正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将这具以高度腐烂的尸体打捞上岸。 后经法医鉴定, 确认尸体为女性, 由于尸体高度腐烂, 加上当时计诊手段相对落后, 死者的具体身份一时无法查明。 案发时间, 据张在玉失踪近三个月, 警方通知张在玉娘家人前来辨认尸体, 由于该具女尸的身材、 发型、 年龄以及个头大小, 与失踪的张在玉几乎一样。 甚至连女尸乳房旁一颗黑痣, 和生育时留下的切口也无差异。 因此警方基本认定, 该具女尸便是失踪三个月的张在玉。 由事, 舍祥林有重大自安嫌疑, 警方立即对其展开调查。 1994年4月12日, 舍祥林被京山县公安局监视居住, 同月22日被刑拘, 同月28日被京山检察院批准逮捕, 次日由京山警方执行。 舍祥林后来在狱中写给外界的申诉书上称, 当时他多次要求办案民警, 带他去看妻子最后一眼, 去认识, 但警方不仅不让他去认识, 还一口认定就是他杀害妻子, 让他画了作案路线图。 在他神志恍惚不清的情况下, 于1994年4月21日晚那个雨夜, 用汽车将他带到 关桥水铺内山凹里的一个地方, 给他照相。 后来, 县公安局说, 根据舍祥林画的作案路线图, 带他们去了作案现场, 这可以作为舍祥林有罪的证据。 1994年10月25日, 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他死刑, 他为此上诉到省高院, 后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驳回。 1998年6月15日, 京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是这样的, 被告人舍祥林无视国家法律, 为达到另取之目的杀害妻子,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法院依法判处舍祥林有期徒刑15年,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 被告人舍祥林不服提起上诉, 1998年9月22日, 金门中院下发刑事裁定书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1994年12月, 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的众多居民曾书面证明, 他们曾在当地遇见过一个自称名叫张爱卿, 年龄及各方面特征, 与张在玉极为相似的女子。 蛇祥林的哥哥蛇索林在接受《楚天经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4年12月, 他持天门石河镇姚岭村居民开具的两份证明上访回来后, 就被警方抓走了。 三天后, 一同去上访的母亲也被警方抓走在看守所, 她被关了41天, 其母被关了10个月。 母亲进去时渐渐康康的, 从看守所出来时, 双目失眠, 双腿激进瘫痪, 尽时困难, 数月后, 母亲去世, 而石河镇的这几名作证的居民也受到牵连。 今年3月28日, 亲眼看到张在玉出现在燕门口镇街上的当地居民说, 先是惊奇, 后是愤恨。 张在玉回来了的消息, 在石乡巴里疯传, 谁也不敢相信这眼前的事实。 记者在当地采访了张在玉, 张在玉称, 因脑子出了问题, 什么时候离家的怎么走的, 走到哪里了, 都记不得了。 后来, 他在山东早庄被人收留, 后在该地再婚, 儿子现在已经10岁。 张在玉称, 他曾经多次给亲戚朋友写信, 包括自己的父母, 但家人因怀疑, 这是蛇祥林串通老友搞的阴谋, 而未于理会。 蛇祥林杀妻案13日重新审理, 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的蛇祥林, 被当庭宣告无罪, 这起案件本身已没有什么悬念, 之所以能受到广泛关注, 原因在于这起死者复活而被发现的错案, 唤起我们对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弊端, 进行深刻反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 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证。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但蛇祥林杀妻案中的一系列现象表明,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认真贯彻, 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些错误理念, 如疑罪从有, 稀释宁人和重打击犯罪, 轻保护无辜等等, 不仅在一些地方成为习惯, 而且成了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 那么蛇祥林得到多少国家赔偿呢? 庭审中, 蛇祥林明确表示将要求得到国家赔偿。 据金门市中院的一位负责人称, 到今年4月1日, 蛇祥林被取保候审, 蛇祥林被积押了3995天,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 有人初步估算, 蛇祥林的赔偿金将在22万元左右, 但这只是蛇祥林本人的赔偿。 蛇祥林的大哥蛇索林说, 这起冤案中, 共有5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母亲因为上诉被关押10个月, 交了3000元钱后不久离开人世, 我本人也因上诉被公安机关拘留41天, 还有两名证人也受到伤害, 这些都应该得到国家赔偿。 有关人士表示, 除去因失去人身自由得到的赔偿, 如果人身伤害鉴定, 认为蛇祥林受到刑讯逼供, 他还将会得到有关责任单位的赔偿。 该案审判长胡多盛称, 赔偿工作在本案判决生效后, 将会很快进行。 但至于蛇祥林的家人以及证人是否赔偿, 赔偿多少, 并无明文规定, 需要另案起诉申请。 无明女师又究竟是谁呢? 3月28日, 被认定遭蛇祥林杀害的张在玉, 11年之后, 完好无损地回到哥哥家中, 那么那句无明女士究竟是谁? 京山县公安局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 并公布举报电话, 对于提取女士DNA样本, 由于没有对比物, 目前对破案有多少价值不好说, 多少人会受到责任追究, 这个问题在蛇祥林案发生后, 省委领导高度关注迅速做出指示, 与此案有关的责任人将难逃法律的追究。 据蛇祥林称, 她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 蛇索林说, 4月12日就是再审开庭的前一天, 她陪弟弟蛇祥林到武汉做了体检, 蛇祥林目前视力严重低下, 两眼视力只有0.1, 有时还有重影。 另外, 蛇祥林腰椎和底椎明显呈现病状, 对于蛇祥林是否受到刑讯逼供, 当地有关部门都很含糊, 没有明确答复。 京山县公安局有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不相信会有刑讯逼供的事件发生。 20年前, 也就是1994年, 湖北京山马甸镇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了的女尸, 经过当地警方侦查, 这具腐烂了的女尸被认定为是当地派出所治安巡逻员蛇祥林的妻子张某, 而蛇祥林被认定为杀人凶手。 2005年, 已经服刑11年的蛇祥林即将出狱的时候, 蛇祥林当年的妻子张某突然复活回到了家中, 一时间蛇祥林杀妻冤案轰动全国, 我们也全程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 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一事件还记忆犹新。 那在今天的京市直播十周年系列报道, 我们这十年中, 我们就来回访当年事件的主人公蛇祥林, 他现在在哪呢? 现在过得好吗? 可以说, 蛇祥林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自大街中的三个, 被告人, 被告人, 无罪。 如之, 林的区子已经回来了, 那么, 你们肯定会因为无罪而释放, 当时你怎么知道? 肯定是被洗脚鸭的 很自然 我现在能够精心表力站在那边 看哪一样 应该是心情好吧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边到外面就是散步 再见舍强林 他面色红润 穿着得体 和刚出浴室相比 年轻了不少 这个130平米的房子 是舍强林拿到国家赔偿后买的 虽然家具看上去有点旧 但装修风格很温馨 回想当年 在十天十一夜的连续刑讯下 舍强林受不了 被获认了杀人罪 因为他女儿辍学 母亲为伸冤被关进派出所 这时只有他自己清楚 自己是被冤枉了 所以在高墙内 他不停地写着计划 相信法人家 第一个就是我没撒人 对不对 直到前妻出现 这份公道终于来到了 出狱后 他把对亲人的亏欠 几乎全部补偿到了女儿身上 在宜昌 他让女儿读了职校 他自己则努力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就在今年国庆节 家里迎来了大喜事 女儿出嫁了 现在独身一人的舍强林 感觉怅然若失 也许是时间已经抚慰了伤痛 在讲述过去时 舍强林非常平静 甚至让人忘记了他曾经受过那么大的苦难 但让他苦恼的是 在监狱中的记忆还时不时地闯到梦里 尽管如此 对于当年把他送进监狱的破案人员 舍强林选择了宽恕 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 2005年4月 舍强林喜庆冤屈 走出监狱的时候正是春天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得热烈烂漫 当春天的阳光照在人身上 舍强林愈发觉得自由和尊严的可贵 也让他切身明白了法治的真正含义 我真正感觉到 我没有什么法治 我这个精神 他还是有一个 还会慢慢做 我这个人也录像 这个人就是 但是 我们看着我 好 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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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